今天和大家討論入境加拿大 哪有十個原因 你會隨時被加拿大政府驅逐出境 入不到加拿大境 今天我先討論第一和第二點 第一點是因為你的護照 原來是很快到期的 如果你的護照只有6個月 你打算申請一個加拿大的落地簽證 其實加拿大政府是絕對有權拒絕入境 航空公司也不會讓你上機 在出門之前 記得看清楚你本護照是何時到期 第二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申請這個加拿大的落地入境簽證 我們解釋英文叫ETA 其實長紅的就是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記住一定要申請 你來加拿大入境的話 就要給7元監禁上加拿大政府的網站 去申請 你申請後 入境簽證的有效期是5年 有效期是5年 最主要的 你申請時要申請一些東西 例如出生年月日 你是拿著哪一種的護照 亦是你的護照的號碼 亦都要申請你有沒有被警察捉過或犯過任何事的紀錄 這個如果你是沒有申請你有沒有在加拿大 是哪個程度被人拒絕入境 如果你是有被人拒絕入境 而你沒有申請的話 後果是不申請上 這個我會在 待會的第3 第4個項目 我會再詳細和大家分析 我記得留意星期五 我會說到第3項目 這兩個重點 對於你們來說 都很重要 如果你犯了這兩件事 你隨時無法進入加拿大境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